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你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吗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中国的人口增长得太快 1949年 全中国的人口是5.4亿 到1969年就达到8亿多了 中国的人口确实太多了 尽管经济在不断地发展 还是不能很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70年代以来 计划生育成了中国的基本政策 最近30年 中国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 现在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已经低于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率 这可是很大的成绩 如果中国不控制人口的增长 每年经济要保持百分之七八的增长速度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人口增长速度太快 其实也会影响到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不对 那还用说 穿衣 吃饭 住房 交通 看病 教育等等 哪件事跟家庭的经济情况没有关系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大部分家庭还不很富裕 家庭人口越多 经济负担就越重 所以计划生育也是关系到每个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大问题 中国这么大 农村人口又特别多 一直坚持实行这个政策真不容易 可不 控制人口增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做得比较好 农村还有不少问题 传统的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影响还很深 特别是一些比较穷的地方 有的夫妇尽管已经有了两个女孩了 他们还是希望再生一个男孩 如果第三个又是女孩 他们也许还要生第四个 这样生下去 当然会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 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有不少外国人对你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看法的 他们不太理解这个政策 其实只要客观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理解了 就拿你们国家来说 它的面积比中国稍微小一点 可是人口却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要是你们国家的人口跟中国一样多 恐怕你们也得实行计划生育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全世界22%的人口在中国 如果中国不控制人口的增长 你算得出现在全世界会有多少人吗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发展 也关系到世界的发展 人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嗯 大为 你的信 哦 是我姐姐寄来的 宋华 嗯 你是不是独生子女 是啊 我是独生子女 我发现你们好像各个都是独生子女 没错 我们国家实行计划生育 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所以像我这么大的人 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 听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 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对啊 你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吗 50年代60年代 中国的人口增长得太快 1949年 全中国的人口是5.4亿 到1969年 就达到8亿多了 中国的人口确实太多了 尽管经济在不断地发展 还是不能很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70年代以来 计划生育成了中国的基本政策 最近30年 中国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 现在中国人口的增长率 已经低于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率 这可是很大的成绩 如果中国不控制人口的增长 每年经济要保持百分之七八的增长速度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人口增长速度太快 其实也会影响到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不对 那还用说 穿衣 吃饭 住房 交通 看病 教育等等 哪件事跟家庭的经济情况没有关系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大部分家庭还不很富裕 家庭人口越多 经济负担就越重 所以计划生育也是关系到每个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大问题 中国这么大 农村人口又特别多 一直坚持实行这个政策真不容易 可不 控制人口增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做得比较好 农村还有不少问题 传统的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影响还很深 特别是一些比较穷的地方 有的夫妇尽管已经有了两个女孩了 他们还是希望再生一个男孩 如果第三个又是女孩 他们也许还要生第四个 这样生下去 当然会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 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有不少外国人对你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看法的 他们不太理解这个政策 其实只要客观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理解了 就拿你们国家来说 它的面积比中国稍微小一点 可是人口却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要是你们国家的人口跟中国一样多 恐怕你们也得实行计划生育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全世界22%的人口在中国 如果中国不控制人口的增长 你算得出现在全世界会有多少人吗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发展 也关系到世界的发展 认为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嗯 在中国农村 重男轻女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 影响是很深的 一对夫妇如果只生女孩 即使已经有了两三个 也还要继续生 总希望再生一个男孩 这是因为 长期以来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 劳动力对家庭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当父母老了 不能干活的时候 就要靠自己的子女来照顾 女儿又要嫁到别人家 所以只能靠儿子 人们也就常说 多子多福 如果没有儿子 就会担心自己老了以后怎么办 今天 社会发展了 情况也不同了 各种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开始建立 老人也有了退休金 不需要完全靠子女生活了 尽管社会上已经有了这些变化 这种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 在农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 城市里的年轻人 对生育问题 却有了新的想法 根据最新的调查 在北京 上海 广州 三个城市的居民中 有21%的居民 赞成 或者比较赞成 结婚不要孩子 有一部分年轻夫妇 选择了丁克家庭 丁克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夫妇俩都工作 没有小孩的家庭 这种家庭 是上个世纪60年代 在美国出现的 近20多年以来 越来越多了 现在丁克家庭 在中国也出现了 根据政府的调查 在中国城市里 丁克夫妇的总数 已达到60多万对 以后 大概还会更快地增加 丁克家庭 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 新的城市家庭的形式 正从大城市 向中小城市发展 中国的丁克家庭 有两大特点 一是 夫妇受过比较好的教育 文化水平都比较高 二是 他们的收入也比较高 对这种 结婚不要孩子的生育观念 报上 已经有不同看法了 不少人批评 结婚不生孩子 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对国家是不利的 可是 有些刚从大学毕业的夫妇 却认为 不要孩子 是很实际的考虑 对国家 对个人 都是有利的 有些专家认为 生不生孩子 应该让年轻夫妇 自由地选择 丁克家庭的出现 这说明 社会对个人的选择 更尊重了 对丁克家庭 你有什么看法 在中国农村 重男轻女 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 影响是很深的 一对夫妇 如果只生女孩 即使已经有了两三个 也还要继续生 总希望再生一个男孩 这是因为 长期以来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 劳动力对家庭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当父母老了 不能干活的时候 就要靠自己的子女来照顾 女儿又要嫁到别人家 所以只能靠儿子 人们也就常说 多子多福 如果没有儿子 就会担心自己 老了以后怎么办 今天 社会发展了 情况也不同了 各种社会保险制度 已经开始建立 老人也有了退休金 不需要完全靠子女生活了 尽管社会上 已经有了这些变化 这种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 在农村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 城市里的年轻人 对生育问题 却有了新的想法 根据最新的调查 在北京 上海 广州 三个城市的居民中 有21%的居民赞成 或者比较赞成 结婚不要孩子 有一部分年轻夫妇 选择了丁克家庭 丁克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夫妇俩都工作 没有小孩的家庭 这种家庭 是上个世纪60年代 在美国出现的 近20多年以来 越来越多了 现在 丁克家庭 在中国也出现了 根据政府的调查 在中国城市里 丁克夫妇的总数 已达到60多万对 以后 大概还会更快地增加 丁克家庭 实际上 已经成为一种 新的城市家庭的形式 正从大城市 向中小城市发展 中国的丁克家庭 有两大特点 一是 夫妇受过比较好的教育 文化水平都比较高 二是 他们的收入 也比较高 对这种 结婚不要孩子的 生育观念 报上 已经有不同看法了 不少人批评 结婚不生孩子 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对国家 是不利的 可是 有些 刚从大学毕业的夫妇 却认为 不要孩子 是很实际的考虑 对国家 对个人 都是有利的 有些专家认为 生不生孩子 应该让年轻夫妇 自由地选择 丁克家庭的出现 这说明 社会对个人的选择 更尊重了 对丁克家庭 你有什么看法 说明 你 是